节目也有松动的一天吗 除非思想管控的情况减缓 但问题是北韩人民与世隔绝 接触不到真实的资讯 又长期被国家宣传机器给洗脑 对很多思想已经深根蒂固 这比台湾早年 强人老讲当时的白色恐怖时代 还以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就很好奇 那北韩的社会科学学者 又会有怎样的思想呢 好不容易这一次有了亲身接触 还能够多番交谈 只是碍于他们的严格思想管控 我们也不好意思带来太多的冲击 于是找了他们比较能够接受 而且能够侃侃而谈的主题 那就是因应他们长年的仇日情节 探讨日本在殖民时期 对北朝鲜和台湾的迫害 我也设法事实地发问 好让大家可以一窥 他们脑袋里的历史与世界的风貌 究竟是什么 例如为什么宁愿让人民哀乐 也要穷兵独武的发展核武呢 只是北韩处处都是禁忌 一下子就会踩到红线 还常被怀疑是不是间谍呢 继续来看 两位北韩学者走入饭店大厅 这是台湾与北韩首次进行学术交流的历史时刻 不过筹备多时的交流会 幕后是协调沟通到最后一秒钟 一直到当天下午举办会议的地点 还突然从北韩第一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 改到饭店的会议室 因为大学里面没有这个设备 投影的设备 然后再来就因为那个教室里面 电不足 就是可能会你讲电 电不足 怕会有冷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临时换到国际饭店来 太过匆忙 我们进入下这慌乱的画面 由于会议室桌椅排列方式 不适合座谈会使用 台湾和北韩的学者 只好一起动手 把桌子排列成长条形 再把椅子搬过去 接着状况又来了 台湾教授们想挂起 应有台湾朝鲜访问团的红布条 遭到拒绝 排列的关系 就是说他们由左到右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排列有点问题 连韩文从哪边写都不能错 否则不准挂在墙上 但我们事后了解 韩文书写的方式 明明就和中文一样 是由左而右 北韩人的理由 恐怕只是个借口 高雄鼓励师范大学 国文系专任教授陈雅琳 首度揭开北韩神秘的 学术交流面纱 异电视主播陈雅琳 以国文系副教授身份 担任这次台湾历史文化学术 朝鲜访问团的副团长 在场全程记录 北韩则派出六位 来自金日成综合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院学者 仔细看他们的左胸前 分别佩戴 北韩永远的主席金日成 和永远的大将军 金正日的头像徽章 代表他们都是被官方认证 对北韩有卓越贡献 要能穿过重重铁幕 与北韩学者交流 其实光是议题设定 就得仔细琢磨 双方最后以台湾与北韩 同样遭到日本殖民的历史 进行讨论 这是他们极少数能接受 并能允许的话题 因为时至今日 北韩人有深刻的仇日情节 特别的仇日情节 所以在山上的座椅子和窗椅子 在山上的座椅子上 日本有一個驚喜的座椅子 在某個地方的座椅子 在某個部位上的座椅子 在某個部位上的座椅子上的 三座椅子上的座椅子上的座椅子 這程度是獨特的座椅子 西元1910到1945年間 是朝鮮日治時期 日本初期採用強硬手段統治 在三陰運動發生之後 加強黃明化運動 推動內顯議題 消滅朝鮮文化 這與台灣在1895到1945年間的 日治經驗相當類似 台灣南天出版社創辦人魏德文 拿出擁有日本朝鮮中國 相對位置的1720年古地圖 指出日本海其實以前叫做朝鮮海 後來卻遭到日本強硬改名 更引起北韓學者共鳴 再回想起日本當年侵略惡行 北韓學者咬牙切齒 日本軍避難部問題 也就是在日本的避難部問題 我們要有所採用的 避難部問題 我們要有所採用的 一個標準的 這點是 我先說 日本軍避難部問題 我們在1960年代的避難部 朝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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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北韓堅持智力發展核武 完全不管世界輿論譴責 從這場學術交流的問答 強烈透露他們發展武力的自衛思想 朝鮮是成為全世界 現在我一個孩子是 就是叫共產社會主義 那你們的感覺是怎樣 因為很特別 我們有 meiner民主義 他社會主義三師使 一種自性依差別的 我們也養成為民族的 政治、政治、國國的政治 20世紀後我們把隊的力強 發生不成為成為大陸性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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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的 因為因此它們有壹是 所以这个国防是很重要 我感觉其实日本是都蛮怕北朝鲜的 你现在的局势 对吧 听到这里严肃的北韩学者终于笑了 就因为发展核武让日本每次听闻北韩事报也胆战心惊 不过未来若想再联络到这些与会的北韩学者恐怕不容易 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这些在北韩拥有社会地位的学者 没有一张代表个人身份的名片 对 问题的话是我们打得有点不方便 这个是我们直接听 但是电话是转移 找进政国 那这个是总机 这上面是总机 总机听得懂英文吗 中文也可以 纵然北韩的选择性开放 难得促成这场台湾北韩学术文化交流 但也观察出对于外来思想文化 北韩官方是如何层层把关 以维持极权统治 这些教授学者连张名片都没有 留下的联络方式也没有个人的 层层过滤审查的机制 何时才可能打破呢 我们也走访了堪称世界上最神秘的 北韩第一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 你到现场又被要求 要先对金正日铜像来鞠躬 这个铜像明明很大 侧边一点来拍也很宏伟 但就是不行 必须到铜像的正前方 而且你人小没关系 但是这个铜像一定得全身入境才可以 毕竟这对北韩人民来说 领袖就是个完美无比的神 我对于金正日将军 是这所大学毕业的特别有兴趣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点切入发问 故意问说 那金正日的功课好吗 结果当场被导游反眼怒视 也完全不愿意翻译 给负责解说的大学官员 好像我怎么可以问 神的成绩好不好一样似的 令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 然后我们可以参观的大楼 就是那个有电脑的那一栋 其他的太过老旧 打死都不愿意曝光给大家看 这就是北韩 老是美化一切遮掩真相 但过程中总算看见 北韩的大学生了 他们必须穿制服 念大学了还是有法禁 女生只能够留短法 理由是认真读书 怎能被三千烦恼司 羁绊着呢 来看这个号称 培育出北韩核武之父的最高学府 沿途高耸建筑刻意维护的园林造景 跟着一电视主播陈颖林 前进全世界最神秘的北韩第一学府 金日成综合大学 北韩政府的干部培养基地 他毕业都大学嘛 所以那是这里建立了金正日将军的同像 那是这样的是 那咱们这样好不好 先向金正日将军 我们代表台湾的学术界 向金正日将军做一鞠躬 然后说我们进去里面参观好不好 水团女导游一边走路 一边不停叮鸣规矩 因为在北韩 向金正日大将军的雕像鞠躬 是不能马虎的 想拍下金正日的铜像留念 没问题 但规定整尊雕像要全身入镜 从背面照或是只照半身都不行 经理也不能随便 导游要求大家前后站两排 服装仪容也得打理 咱们上了金正日将军 能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就读的学生 据说都得对领导相当忠诚 路过雕像都得立正站好 九十度鞠躬 规定要穿制服 女生还有法径得减短访 不过只是学校国外游客也不能随便乱逛 这次我们极难得能参观金日成综合大学的电子图书馆 大学生们使用电脑 还有用作学术交流的会议室 解说员都一例介绍 乐意让大家拍到北韩拥有电脑设备的先进景象 当学生在用功读书 一抬头正前方的墙地上就是金日成金正日赴死肖像 1946年建校的金日成综合大学 当年改写朝鲜半岛北部没有大学的历史 现在包含财政法律医学等有七个专科大学 36个系七百多位博士教授 也有来自中国越南俄罗斯的交换学生 最知名的校友莫过于在1960年进入就读的 北韩第二代领袖金正日 他当年以朝鲜已有好的大学 拒绝东欧多所著名大学邀请就读 除了门口的雕像 他还在图书馆一楼大厅留下亲笔题词 要学弟妹脚踏实地 放眼世界 成为革命可靠的人助 那金日成将军在这里念什么戏 金正日成将军 对不起 对不起 经济系 中日经济 经济科 那成绩好不好 成绩好不好 问了不改婚的问题 让我们被赏了一个大白眼 哪一颗最好的 因为你要问这种事情 不能问好 涉及前领袖金正日的成绩 女导游连翻译都不肯 又赏个白眼 当没听到 另一位杰出校友 则是北韩原子弹支部徐向国 本人照片从未对外曝光 受到北韩即为秘密保护 据说他从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之后 1966年前往苏联留学 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除了担任教职 还有个秘密职位 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防委员会 即秘委员 被认为是北韩发展核武计划的灵魂人物 北朝鲜的核武之父 科学家也都从是在这里诞生 对 就是我们今天从中国大学 是能源系业的学生 所以这个很热门 也是 也是 都是这个很想去 因为有人会上去 然后是打个分数不行的话 是想去 虽然整间学校 只有一栋建筑物能拍摄参观 但这已经是台湾学术文化界 与北韩大学史上第一次接触 我认为欢迎你们来参观 基督上大学 北韩政府热衷让外国人 看到他们的先进设备 现代化建筑 镜头一转 我们来到位在平壤的人民大学习堂 也就是国家图书馆 我现在在平壤人民大学习堂的高楼 那么从这边可以看这个平壤 而且呢 这个大土相对面的就是这个主题思想 那么二号我们要熟悉的呢 就是平壤所看到的大院面 就是在现在的广场举行的 平壤那边呢 右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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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的背后这边就是阅兵台 好 最熟悉的一个大阅兵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 重大节庆就会看到金正恩 就站在前方看台 致辞挥手接受人民欢呼 作为北韩阅兵的地点 建于1982年的人民大学习堂 可以说是北韩最现代化的建筑代表之一 当年为了庆祝金日成70岁而特别建造 所以在地下一楼 还有金日成的大礼石像相当雄伟 一楼大厅则打造三层楼高的天花板 挂上水晶灯 看起来金碧辉煌 号称拥有三千万藏书 人民大学习堂 有许多电脑供民众查阅书籍 只要查询到所需要的书籍 再向管理员申请 就能从传送带拿到需要的书 我想看到他们的电脑里面是放 是 不过现在进不去 但实测却发现 连电源都打不开 换台电脑再试一次 它有网络吗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有国内网的 国内网 那我如果要查一个什么知识 可以在这里查 譬如说 我想要查 今日成将军有多伟大 可以 可以 好吗 可以 我不懂 在实测上网也失败 因为全部是封闭的内网 若想要捐赠书本 给人民大学习堂 北韩女导游说没问题 但话里有捐机 因为一般我们其他书都不能带进来 那所以这边搜寻的书是怎么样可以进来的 没有啊 你们如果就是这个 你们要像人民大学习堂呢 是送那个有关科技方面的艺术方面的书 要捐赠的话 你们可以带进来 说是你们是把这个书呢 是我们来的时候一样 送给这个人民大学习堂就可以进来 若享受敏感的政治历史书籍 北韩导游明显迟疑 但还是回答也接受军赠 但事实上要进入北韩 旅客攜带的书籍会先在机场被海关人员检查 被认为不适当的书根本没机会入境 北韩刻意营造繁荣进步的景象 像是校园只能看电脑大楼 其他地区因为老旧不能看 限制外国人的行动 避免给人落后印象 但无论如何 超敏感的北韩愿意开放一点点 已经是史上难得的曝光